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远近快评 我是唐靖远 今天早晨大概十点多钟 我当时正在看有关台湾地震的新闻 突然就感到房子开始抖动摇晃了 程度不是很强烈 但是震感非常明显 持续了大约是十来秒钟就停止了 当时我第一念头就是 这楼下是不是在做什么装修啊 怎么这么猛啊 然后就看到这个群租里 就有这个住在远处的朋友就在问了 说你们有没有感到房子在摇晃啊 我才一下反应过来 的确真的是地震了 然后呢我就开玩笑跟朋友说 我说这个阵级啊 大概是在五级上下吧 可能都还不超过这个五级 随后呢我就去马上查新闻 就发现已经就有报道了 就初步判定说 是在纽约市附近的地震 阵级为4.8级 而就在我和大家做这期直播之前 大概一个小时就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 又出现了第一次比较大的余震 应当是在4.0级左右 其实震中应当是在新泽西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人生第二次遇到地震了 但是呢却是第一次正在看着地震的新闻 马上就体验了地震 有一种强烈的就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的及时感 那么美国纽约这次的地震 他虽然震绩不高 但是后来你查查新闻你会发现 这个震中的位置呢 他居然说是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地方 叫做White House Station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车站 这个White House和白宫那个White House 是一模一样的名字 他是这个新泽西州的那个捷运系统 就是NJ Transit 他在一个地方 一条线叫做拉里潭谷 是这条线上的一个车站 他距离纽约市以西大约是40英里 那么这个就可以说算是一个巧合了 对吧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查新闻 你会看到在昨天晚上 就是自由旅神像居然同时被两道闪电所击中 而且击中的位置 他刚好就在这个旅神像手里的火炬上面 如果说我们再结合一下几天前 不论美国的以他的国歌那个词作者的姓名 去命名的那个大桥 巴尔蒂蒙那个大桥 不明不白的被一艘货轮给撞断了 所以大家看到吧 我一直在说 说一次巧合呢 它是巧合 但是如果说连续三次都巧合 而且这种出的事呢 它都和象征着美国的地方密切相关 恐怕它就不是巧合了 对吧 你这个要在过去啊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的概念 他毫无疑问 那就是会认为这是妥妥的叫天象事情 对吧 我们现在呢 一直都有点像看戏一样 在看着习近平带领着中共 在极左的路上 狂奔 奔向悬崖 其实回过头想想 美国何尝不是呢 一个以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 来立国的大国政府 居然把耶稣的复活节这一天 给定为所谓的跨性别日 这个不仅仅是一种羞辱了 它其实更是一种公开的挑战了 就是极左的意识形态呢 它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 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重点呢 不是说要和大家来谈论有神论和无神论 但是呢 这些非同寻常的一连串的巧合 它是不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去深思呢 就是我们过去不相信的很多的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它在未来会更多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呢 对吧 当然说到地震 那么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 台湾这一次地震所引发的很多热议 因为虽然这个花莲的地震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但是呢在这两天流传出来的多条信息 都有引发了整个海内外舆论的高度的关注 而成为舆论的热点 首先第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热点 居然是花莲县县长徐真卫 他所穿的一件马甲 一件普通的马甲 它为什么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呢 我们既然说到了台湾 不妨就在这儿呢 我们暂停一下 先和大家说那么一点题外话 就是给大家推荐台湾的一大好特产 就是高山茶吧 这款茶它其实是产自台湾的第一高峰 就是玉山茶区的绿色的茶园 绝对没有任何的农药和化肥 它大约是产自海拔在1450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这个茶区呢 常年都是云雾缭绕水气充沛的 日夜温差很大 这个茶叶生长的比较缓慢 所以呢 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 而且由于玉山嘛 它那个地势很特殊 所以呢 它的产量不多 再加上它是纯手斋 而且都是精心挑选的这种嫩叶和嫩芽 入口呢 这个滋味比较干纯软滑 而且特别是自带一股淡雅的南花香 我自己经常喝这个茶 我每次喝呢 在出汤以后啊 我都要揭开那个茶壶盖 要深吸几口 它那个非常独特的清香 很舒服的 而台湾茶这个高山茶的产区呢 它基本上有一个尝试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一定知道呢 就是它每身高 海拔身高100米 它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价格 所以呢 大家点击我们今天节目文字栏的链接 使用我的折扣码就是TJY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一个85折的优惠 那么这个茶它是两袋的包装 一共就是300克 我们都知道嘛 你一般的说泡一壶茶呢 也就是用到的三五克 算下来平均说花一两块钱 基本一壶好茶你就搞定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 不妨就去看一看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耐心 我们就接着来说一说花莲县长的那件马甲 在这个微博上面呢 一个热传的短视频 这个画面就显示说 花莲县长徐真卫 他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这个马甲 出现在这个地震灾区的一线 那他就和救援人员一起在讨论说 这个救灾的方案等等 就这么短短的一分多钟的画面 它居然引发了大批的大陆网友的热议 尤其在大陆特别的受关注 为什么呢 其实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很多人呢 很多大陆的网友他注意到的是 这个县长他还没有大陆一个村支书的架子大 看上去就是好像挺普通的 也有人就注意到说他的身边呢 没有上访的群众还感叹说 要是大陆的县长敢这么做啊 估计早就被访民把他围得个水泄不通了 当然也有人他的关注点是放在了另外一个地方 放在了徐真卫的年纪和相貌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调侃啊 说还是我们这边的县长好啊 你看清一色全都是年轻漂亮的姑娘 然后还有人不少人感叹嘛 就说我连我们这里的镇长乡长长个啥样 是谁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却可以清楚的知道 远隔海峡的花莲县县长是谁 这个地震发生了以后他在干嘛等等 当然我们看到其实有更多的人在留言 他都有提到了一个常识 就是说呢 这个对岸的官员是对选民负责 要取悦于选民 而我们的官员是对上级负责 所以要取悦于领导啊 能够一样吗 其实啊 我们都知道 但凡去过台湾的朋友都非常熟悉 就是台湾的官员在这种灾害发生以后呢 他穿上说应有自己的职务 或者是姓名的马甲去参与救灾 这个是属于一种标配 上至总统副总统 下至说一个普通的县长或者里长 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并不是说是这个徐珍为他的一个专利 对吧 地震发生以后 我们看到蔡英文 他立马呢就去了应变中心 他穿的那个马甲上面 也是印着总统两个字嘛 赖清德 他也是第一时间去了这个花莲的现场 他的马甲上也是印着副总统三个字 也就是说呢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自由的民主国家 这个可以说都是很普通的 属于一种正常的行政上面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 他却已经可以对大陆的民众产生如此强烈的一种冲击 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的效应 大家想想这个说明什么 他其实恰恰说明中共多年以来那种高压的扭曲的统治方式 已经把民众对官员 对这些由纳税人所养活的人的他的表现的期望值啊 已经成功的拉低到了一个让你难以置信的下限 这种低限 也就是说民众对官员 哪怕说表现出稍微那么一点点正常的表现啊 或者说有人性的表现啊等等 都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了 因为在大陆民众的概念之中 他们所能够看到的官员全都是各种摆拍 各种造假 各种所谓伪光正在媒体上的形象 对吧 我们众所周知嘛 就是说当初水淹郑州隧道和地铁的时候 习近平他是领头的 他是去的哪呢 他去的西藏西藏去视察 在河北洪灾那个周周全城灭顶的时候 习近平他却是在几个月以后 他才出现在东北啊 去慰问说一个洪灾灾区的民众 所以呢就像过去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讲的说 当君士民如草芥的时候 民士君为叩仇 也就是一点都不奇怪了 那么现在的习近平大家看到 他不就是无数人心目中都恨不得说早点熬死他 这样一个对象吗 对吧 那就是一个叩仇的概念嘛 那么第二大被这个围观热议的焦点呢 他是来自于中共的前发言人 就是现在在联合国当大使的 以一脸不爽而闻名江湖的那个耿爽 说到这里呢 我要提醒一下朋友们 请大家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订阅 因为现在我看到又有朋友反馈说 他就是对我的节目呢 他被自动的就取消了订阅 同时呢 也请大家一定记得看完我们的视频 在后面也有很重要的信息 并且请大家记得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 就在前天4月3号 中共这个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副代表 就是耿爽吧 这是他的头衔了 他在联合国安理会 其实是就儿童与武装冲突的议题 在发言的时候呢 他在结尾的时候 突然就强行插入了一句话 他就说 中国台湾地区发生了强震 中国大陆方面对此次地震 所造成的伤害啊 高度的关切 以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 并且愿意提供协助 我们非常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 所以看到 大家看到吗 这就是一种代表台湾的操作了 对吧 他和当年红遍网络 其实也抽变大件的那个锐成刚代表亚洲 是如出一辙的 他当然迅速就引发了大量舆论的这个热议嘛 台湾的外交部呢 是在第一时间就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达了一种愤怒 就说庄严谴责中共无耻的利用台湾地震 在国际上进行认知操作 我们都知道 中共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公开场合 自称说他可以代表台湾 把台湾说成是中国台湾的一个省 是吧 就是说成中国的一个省 他并不是第一次 多年以来 他其实一直都在这么自娱自乐 但是他为什么偏偏这一次 却引发那么大的一个舆论的反响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中共这一次的表现 实在是有点超越了以往任何的底线 在台湾地震的当天 中共就有派遣了30架的军机和9艘的军舰 进行骚扰台湾的这种恐吓行动 其中至少是有20架飞机 都有越过了海峡的中线 我们都知道中共军机和军舰来绕台 就是绕台吧 他并不是说第一次了 但是呢 大家想想说 就在台湾刚刚有遭受了7.2级以上的强政的袭击的时候 中共呢 他还在这么赤裸裸的以这种武力恐吓 这个就属于典型的叫做成人之威了 对吧 是属于说过去最让人看不起的下三滥的操作 就像此前我们和大家说到的 中共呢 他现在是已经进入了一种 叫做理直气壮耍流氓 心安理得下三滥 他进入这样一种模式了 他和过去的中共其实都有点不太一样 过去的中共呢 他虽然是照样的耍流氓 照样的下三滥 但是好歹呢 他有的时候在表面上 还要装一装 是吧 时不时还要注意一下 吃相不要太难看 但是现在的中共呢 他已经演变到了说 视下三滥为新常态的一种阶段 他根本就不以为耻 而且还反以为荣 国际社会越是投过去那种鄙视的目光 中共你会发现他越是洋洋自得 以至于说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一种感受 就说已经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语言 来形容现在的中共有多么的无耻 就只能够说大喊一声 从未见过如此互言无耻之人 就以此来发泄一下 对吧 就是无语了 你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了 就像这个耿不爽 这一番代表台湾的 这个所谓代表台湾的讲话 说那边呢 他才刚刚在五刀弄枪的 来炫耀了半天的武力 是吧 这边他就来高喊说 啊我们是多么的关心台湾同胞 大家想想在这个习近平 他有限的那个 所谓治国理政的概念之中呢 他可能会觉得说这种做法 这个叫做恩威病师 对吧 是软硬两手 这是党国一向的说叫做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是一个经典的套路 但是其实在任何一个正常人的眼中来看 这种行为 他就是一个又蠢又坏的流氓 在那抽风 在那发神经呢 你别说有什么格局 这种高大上的词了 就是他连最起码的素质教育 你会看到他都是欠缺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从这个耿不爽这番话呢 就可以看到 中共的行为模式 它其实已经变得如此的低下 而他们自己似乎却还不自知 也就是说一个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也算是一大国吧 你做点事情 几乎全是那种偷鸡摸狗的这种套路 这种路数 你偷技术 偷这个知识产权 那叫做偷 偷中华民国的主权表达 他也是偷 现在就连台湾一个简单的 去感谢国际社会援助的这么一个机会 这么一个表达的这种方式 他都要偷走 他都要来蹭这么一点便宜 蹭一点热度 说我来代表台湾了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比一个 说浑身恶臭的二流子 强行到你家来 想要到你家来蹭饭吃 比那个还要恶心 第三大被聚焦的热点 是来自台湾两位这个电视台的女主播 就他们在这个地震来临的时候呢 他们当时正在做直播嘛 面对着剧烈摇晃的摄影机 两位主播都是显得异常的冷静 虽然自己都几乎快要站不稳了 头上还有不断的有一些这种碎屑啊等等掉落下来 这个摄影棚的灯具也是在剧烈的摇晃 但是他们播报的语气和语速 依然是保持镇定自若的 就还在不断的提醒民众大家要注意安全等等 这段画面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大批的网友呢就纷纷大赞说 尤其是这个前面第一位叫做曾林源的这位主播 据说他是非常的敬业了 也非常的专业 极大的鼓励了这种身处地震之中的台湾民众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就是这位曾主播他播报的这段新闻的画面 他本身已经成为一条热门新闻 登上了CNN的这个新闻版面了 其实说句实话吧 就是这段视频 他可以说是我对这次台湾地震 印象最深刻的画面之一 这两位旅主播那种 就是触遍不禁的淡定和镇静 其实并不是说很罕见的例子 我们在台湾地震就是刚刚爆发的 当天就已经看到有大量的视频都显示 就是台湾的民众在遭遇到这个地震袭击的时候 普遍的都没有说出现这种惊慌失措呀 比如说在这个高架墙上 你可以看到大批的开车的和骑摩托车上班的这些民众 都没有说什么惊慌尖叫啊 没有到处乱跑啊 这个像无头苍蝇一样是吧 都是非常镇定的就停在原地 静观其变 一直等到这个地震过去以后 然后继续的上路 显得是非常的有序 若无其事一样 也就是说呢 台湾这次的地震呢 不仅说让全世界看到了台湾的建筑质量非常好 成功的保护了无数民众 安全吧 也让全世界看到了台湾民众这种 整体的素质的表现 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表现 这种表现的背后呢 它和一个透明有效的一种政府管理 以及成熟的社区公民生活的氛围是密切相关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民众在一个大地震面前 它表现出了一种比较镇定的心态 它并不是凭空的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从比如说对这个建筑商的职业底线 对监管机构的严格的把关 对这个学校的防震防灾的这种系统的教育和培训 以及在过往的灾害应对之中 已经非常有效的一些救援的体验等等 它是从各个方面是全方位的这种信任之中 它才会造就出这么一个庞大的社会人群 说在这种危机面前表现出一种整体的 处变不惊的心态和素质 就是它不是偶然出现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夸这个台湾说已经做到了 尽善尽美啊 毫无瑕疵了 不是这样 但是呢就截止目前我们看到 台湾在这次地震之中的表现来看 我至少我个人觉得说 国际社会上说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这样的国家真的是不多的 而就在这里面呢 其实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 就是在地震之中 那种人性道德凸显出来的这种表现 我相信啊就是下面这个视频 可能很多朋友都应该是有看到过了 就是在这个视频之中的这个护士们他们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呢 他没有出现这种惊慌的逃跑 而是第一时间就尽力的把这个婴儿车呢都集中在一起啊就是守护着直到这个地震波完全过去了为止 那么这段画面他其实是赢得了整个网络的大赞 就是很多人都留言称赞说这个才叫真正的白衣天使 其实还不止这个 还有一段画面 他显示的是一位名叫玛雅的印尼籍的这个年轻的女看护 她是受雇呢去看护一位老奶奶 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玛雅他几乎是本能的就立即俯身抱住这位老人 他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对方 没有说扔下老人就独自的去逃生了 其实我在看到这条新闻以后 我实在是有一点感慨万千 为什么呢 我们对比一下下面的这个消息就知道了 在4月3号就是当天台湾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地震波他也传到了大陆的温州地区 当地有一所中学叫做东欧中学 这个东欧中学的学生们在逃生的过程之中呢 就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就是他们发现通往操场的安全通道 居然被锁住了 就导致数千名学生被困在一个非常小的广场之上 这个保安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山上来迟 可能是他先确认自己安全之后才来想起说 还有很多学生要等着救是吧 17分钟以后才把这些学生给这个疏散出来 而且这个场面疏散的时候 场面非常的混乱还发生了踩踏 导致呢有这个学生摔倒是受伤 第二件事情就更离谱 就在一个名字叫做东欧中学初中部2021届的这个学生群 就是那个微信的微信群里面 就有学生在上面发帖就透露出 事发的时候呢 这个老师居然让学生坐下来继续上课 他自己却提前跑了 就把一众学生全部都留在教室里 所以大家有看到吗 就说海峡两岸一边呢是宁可自己不跑 也要照顾好婴儿与老人的这些看护是吧 另一边呢却是说哄骗抛弃学生自己单独逃命的老师 他为什么不让学生也出去避险呢 我个人呢就是不但恶意的做一个猜想吧 就是这位老师他可能是怕学生要是都跑出来 可能会堵塞了通道可能会影响他自己的逃命 对吧 可能很多朋友都还记得在08年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曾经有过横空出世的一个名人叫做饭跑跑 他当时也就是抛下学生自己就一个人先跑了 再到现在一个翻版的温州版本的饭跑跑 时间过去了足足是16年 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个社会有任何的进步与改善 反而是出现了更加恶劣的这样一种社会现实 饭跑跑至少他自己跑他还没有说限制学生跑嘛 温州这个老师还去把学生告诉说 你们大家做不要动啊我先逃命了 他这个不是更加恶劣吗对吧 所以大家想想看说一个社会 如果连这个当老师的他言传身教 都是如此的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现 你说他教出来的学生 他会是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什么样的三观呢对吧 所以他其实这里折射出来的就是 整个大陆一个社会道德的沦丧的现实 所以我才说嘛 我说就是台湾这场大地震呢 他其实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台湾的同时 也让整个大陆是原形毕露了 大陆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好的人民 大家可能都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去为台湾加油 有那么多去感叹这个花莲县展这个马甲的人 都反映出来他们其实非常的清醒 就是两边究竟谁好谁不好 三观都是很正的 大陆最糟糕的是他没有一个好的政府和制度 也就是说中共呢他自己是一个鼓励作恶 却反过来打压行善的这么一个邪恶的政权 所以呢他才会出现说逼着把好人也变成坏人 出现这么一个扭曲的社会现实对吧 好的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先来反馈一下 就是昨天做的民调的结果 昨天这个民调结果显示是大概有140多位网友 有参与这个留言这个民调吧 其中有7%的人选择了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也就是说认为那个就是我家都是行长 我要继承行长银行这个家产 就是那个小孩那条新闻 是吧就是他们选择一呢 就是说认为这一家呢 他们可能最终会因为违规而受到处罚 就是还是觉得相信说 中共他们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制度的 另外有93%的人 这些朋友都是选择了一个数字二 就是说认为这件事情最终可能会不了了之 风头一过会一切照旧 因为中共它这个体制可能就是这样 已经烂到这种程度了 大家观观相互嘛 也就是说看起来吧 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朋友 现在对中共这个所谓的制度管理 其实并没有什么的信心是吧 就是大概就这么一个趋势 好的下面呢 我们就这个回应朋友们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是跟这个李强有关 因为我们昨天的这个和大家的话题之中 是谈到了李强和习近平 这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 没办法呀 李强李强 谁叫他的名字里面带着弓呢 这个邪门还真的不能不信 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这个挺 还挺有有这个挺挺独特的对吧 这个角度是比较独特的 的确是这样 因为以前我们和大家其实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就是习近平呢 他其实比较 他特别相信历史上那个推背图 这种预言里面提到说 有这个一个军人身带弓 是吧自言我是白头翁就是可能要出现军事政变 要造他的反 所以他对带弓的 他为什么要去整治这个整肃火箭军呢 就是因为他认为古代认为的弓箭 他现在就觉得那就是火箭嘛 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呢 我觉得还真正的是不排除 就是习近平他的确是非常相信这些东西 他就这个李强这个强字的确是里面有一个公字 是吧 所以的确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李强从当了所谓总理以后呢 好像一直都不这么太受待见 对吧 说这个习近平一直对他都有点压着压着的 不断的在削他的这个权力 让他这个靠边站 反正这个是一个事实对吧 是不是习近平真的他相信说李强也有这种嫌疑 可能是带着一个公字的 那个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这位朋友他是这么留言的 他大概的意思呢 他是说 他相信呢 可能中共是会要来处理这家人 就是那个银行 一家都是行长 是吧 从他爹到他儿子到他媳妇 都是这个行长 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呢 可能有太多人都盯着行长那个位子 要把他给弄下去 他自己取而代之 哎 我觉得这个朋友这个观点也是蛮独特 就是说他 他的意思就是说 并不是说中共他可能会去处罚这个人 会他这家可能会这个遭到一点这种惩罚 并不是说因为中共他要追求一个 他的制度的管理 要追求一个公平 其实他也是勾心斗角 为了利益的原因 所以他可能会被人弄下去 因为他现在被这个他的小孩不小心 是吧 童言无忌 把这个给说出去 引发了一个社会舆论的关注 那就相当于是有了一个把柄 是吧 出了问题了 那正好借此机会 我相信这个在中国可能 哪都不少见 是吧 可能都有这样的人 说仇准 早就想要把你弄下去了 这个正仇逮不着你 现在终于逮着你有这种把柄了 是吧 那就把你给弄下去吧 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折射出来中共的一个现实 就是中共的官场 他的这种 他不是 他其实没有存在什么所谓透明的公平的这种制度管理 他即便真的说有人犯了事被拿下去了 他其实也是权力利益勾心斗角的结果 这个我觉得真还是可能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他就跟习近平那个选择性反腐是一样的 是吧 你看上去习近平冠冕堂皇的我们这个这人贪腐了 拿掉那个贪腐了 这个抓起来 但是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 贪腐都只是借口 背后真正的原因都是出于对权力 对利益的这种争夺 大家互相勾心斗角 这是他真正的原因 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常意义上的 比如说在这些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公平的一个政府管理之下 是吧我们处于公平的这个原因 你这个违法了违规了 我就根据规定以法治国来对利进行处罚 他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观看 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